郭彩杰正敢拍偶像剧《果名英雄》 日前一集娛樂獨家直擊 他半夜拍戲和年輕男生並肩坐在車子裡 兩個人說說笑笑十分開心 完全不見半夜拍戲的體態 拍攝結束兩人站在街邊又聊了起來 聊到郭彩杰還出手 拿起襯衫和對方打鬧一番 互動宛如小情侶 現場散發濃濃的曖昧氣氛 最後男生還護送郭彩杰回家 到家時他沒在第一時間下車 多聊了五分鐘 才和盯場的經紀人一起下車 兩人之間的話題似乎聊不完 郭彩杰影視歌三期發展順利 凭著甜美清新的傾向 今年接下十支廣告 客氣在感情生活上似乎繳了白卷 終於在年底疑似出現惠花使者 這位惠花使者 就是陽光帥哥型的廣告模特兒王大陸 他在機車廣告中 拚命幫女朋友追包包 廣告之外也用同一招 不過不是騎機車 而是開名車護送郭彩杰 他在國民英雄中 扮演郭彩杰的狗仔同事 雖然有他的戲份還沒播出 但是他拍戲當晚 大方上演街邊換衣的戲碼 已經懂得靠露點來搶鏡頭了 對於郭彩杰和王大陸的曖昧情 郭彩杰透過經紀人牛奶表示 和劇組的感情都很好 否認有哀苗滋掌 然後因為那個演員 他剛好要去跟其他劇組 還有他的朋友去聚餐 然後也在 就剛好彩杰要下車的地方的附近 那就剛好問了彩杰 然後一起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後來就說 也就是搭個順風車 然後就一起坐車回去 而且工作人員也是坐在前面 全力拼事業的郭彩杰 在國民英雄裡辦演味新聞 不擇手段的女狗仔 吃足苦頭 連頭都去撞地板 只是昨晚播出第二集 收視率只有1.3 不盡零項 比第一集還掉了0.2 看來郭彩杰的當務之急 是挽救收視率 而不是談戀愛 1電視縱口報導